老公 把钥匙里 思辰 我嫁给你三年 妈想让我给你生个孩子 我今天 你不吃 你别忘了 你只是我取的一个打法实现的网络而已 原来我在他心里 这是个玩物吗 你也陪生下我的孩子 摆清自己的位置 顾思辰 三年了 我以为能捂热你的心 到头来 我还是这么天真 上官网林 你是半死不活的样子 给谁看啊 你肚子有动静了吗 走 你跟我会想 上官网林 你跟我儿子结婚了三年了 到现在都没有给我们家 生个一男伴侣的 你让我们父家的颜面河囤 妈 连蛋都不会像 你还有脸叫我妈 我只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要是再怀不了我们父家的子孙 你就给我滚出父家 好好在这给我反省 谁都不总给他送吃送喝 我也想生孩子 可是我老公 每次都让我吃药 你终于醒了 你都怀孕了 我怀孕了 我终于换上宝宝了 你家人也是 不过来问一下 快打电话你一下他们吧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你怀的是双胞胎哦 记住了 不要再像今天这样 不吃不喝 累了自己 谢谢护士 这个好消息 要是妈知道了 一定会很开心 我现在就去告诉妈 你说什么呢 欣飞刚刚生到我们顾家的孩子 她是蔚蕾的顾夫人 你在这儿在哪儿啊 赵欣飞给你生的孩子 你们跟我开玩笑 没有开玩笑 欣飞已经有了我的孩子 我们离婚了 赵欣 我和你结婚三年 为了你受尽委屈 你现在要和我离婚 委屈 当初不是你自愿受的吗 现在心非有了孩子 我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有了和你的孩子 你是不是 就不和我离婚了 姐姐 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三年了 你要是能怀孕早怀了 你等到现在呢 没测 欣飞啊 已经给我们家生的孩子 我们才是一家人 你就算怀孕了 你得给我打掉 我 我 你得给你 我 你得给我打算 看那个 可以 给你 先来吧 我不结 我跟你结婚三年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在意 上方婉宁 当初是我不得已嫁给别人 色纯自暴自弃才随便给你结了婚 现在 你已经做顾夫人做了三年了 你也该知足了 你就大发慈悲 让我一家三口团圆吧 赶快亲自跟我儿子离婚 先自 我不会说第二遍 可怜曾经说过 又娶了我 是不会和我离婚的 叶德是喝过酒之后的醉坊 现在欣妃有了我的孩子 我不想顾夫人 那你这样顾夫我吗 万宁姐姐 是我的错 是我不应该查出你们 我现在就带孩子走 欣妃 你可不能走啊 儿子 你要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孩子 流落街头吗 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不会让他们什么落街头 信妃 你有了我们顾家的骨肉 你可不能走 要走啊 也是最没用的人走 可是 信妃放心 你谁是我们顾家 唯一任命的儿媳婚 他是你媳妇 那我是什么 你还不清楚吗 赶快欠的字给我滚出去 老公 你真的想让我走吗 是 可我是你的妻子啊 马上就是 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我不会成全一个第三者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赶快签那字 给我滚出去 上官婉妮 不想离婚是吧 我就让你留下来亲眼看看 我跟思辰一家三口 过得有多幸福 我母思辰 要不就别看姐姐走了吧 她一个人在外面 也不知道去哪 信妃 还是这么的善机人意啊 新妃说的没错 就让她留下来 看看自己有多多余 可笑 我竟然被一个小三可怜了 姐姐放心 在你答应离婚之前 我都会跟你好好相处的 够了 你别假惺惺 我不会让你破坏我的家庭 你给我闭嘴 孙芬啊 你刚出院 你累了 把孩子给约扫吧 我带你啊 去卧室休息 是我们家的大工程 以后啊 你就住这间屋 伯母对我最好了 妈 这是我和我老公的房间 他明明已经登门入室 为什么还要旧站却巢 我不同意 可可 闭嘴 新妃才是我儿媳 你才没有资格住这里 新妃啊 你别管她 这里面的装饰啊 你要是不喜欢 全部都可以扔掉 伯母 这您的东西 我都不太喜欢 我们都扔了吧 好 我来帮你扔 妈 我扔了 你拿着你的东西给我滚开 老公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这本来就是心肺的东西 你再不过是乌龟鱼的 我们结婚三年了 为什么 我还是比不过他 他之前曾经救过我的命 你跟他比 让人比不上 不是 老公那个事情 那个事情是我 好了 我现在还没要和你一回 我答应你不跟他住在一起 满意了吧 不 就你的人是我 不是张新妃 老公 就你的人 你也是我 为什么会变成张新 新妃啊 你刚生我孩子 可你不吃脸补补啊 我我你也是啊 怎么全是素菜啊 你不知道新妃刚生完孩子 需要吃婚姓的吗 张新妃让我做的素菜 你别污蔑我呀 我可没有 今天就让你知道 为人媳妇 活活就是天 现在就把地上的菜 给我吃干净 否则就不能起来 你别污蔑我呀 我可没有 我可没有吃 我可没有吃 婚姓姐姐 你可要吃干净 不能浪费食物啊 今天就要把他的菜给我吃 妈呀我不吃 你不要吃 妈 你在干什么啊 啊 没什么 她浪费菜 我让她把它吃 不是这样的 司辰 婚姓姐姐 我还在坐月子呢 你还偏要做我不能吃的菜 我闺女也就说了你几句 你就让她发脾气 我没有 是婚姓 心非好心收留 你就这么对她吗 司辰 行了 不要挑战我的机器 给心非归来道歉 我不会 我又没做错 我为什么要跪 司辰 你就别为难姐姐了 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在这 也不会发生这些事 我走就是 找心非 你真会装 你不觉得自己恶心吗 你 来人 把他给我拖下去 给心非归来道歉 这要想清楚了 什么都再进来 司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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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温柔 可以给任何人 为什么唯独不给我 宝宝 妈妈对不起你 你 也有 是 你 就 他晕倒了 什麼 董光婉萍 你還真會裝了 我還以為你真晕倒 自成 我什麼就是不願意相信我 你閉嘴 要是沒事了 就趕緊去照顧心扉作業的 不願意 不願意也得願意 要不然就簽字離婚滾錯下 你怎麼能針對我 有點渴了 去落到杯水吧 這麼涼 重新倒 因為是溫的 我說是涼了就是涼了 不想伺候了 不想伺候你就趕緊簽了字走人啊 啊 燙死我了 好燙啊 痛啊 痛就對了 誰讓你死去白癌不離婚吧 我愛他 你冒凌我救他 他如果知道的 不會和我離婚的就 原來你都知道了呀 這倒有什麼用呢嗯 你已經自成生了孩子了 你沒機會了 爸爸 爸爸真的堅持不住了 我 我 我那個豐富的 你懷孕了 我沒有我沒有 你沒有你跑什麼 給我給我 你懷孕了 你卻懷了思辰的孩子 你怎麼敢 沈光萬年 這孩子你得打掉 我 啊 思辰你碰都沒碰過 你憑什麼能和她的孩子 什麼意思 難道那個孩子 是我老公的 沈光萬年 知道的太多了 你和你肚子裡的野兔 冷流了 救命啊 思辰 思辰 心肺 思辰 我好痛 是她對的我 沈光萬年 你怎麼這麼歹毒 我好痛 快送我去醫館 你忍一忍 我這就帶你去醫館 就 你別裝了 心肺要是出半點事 我要你償命 顧思辰 你好我肯得心 媽 救救我 殘害我兒媳 還想讓我救你 你哪來的臉啊 好 妹妹妹 妹妹 阿雲 被撤 小龜小姐 再用點力 要僵持一下 再僵持一下 我剛就好了 快點不行 僵持一下 馬上好了 你僵持一下 再僵持一下 再僵持一下 啊 啊 快 奶奶 快去偷渡家所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别担心 两个孩子都很平安 他们还小 有一张人 在拥有时照顾他们 哥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和我的孩子都迷迷 都是哥哥的错 让你流落再挖这么久才找到你 你放心 上温家族如今是海城顶级家族 那么国家不能奈何我的 你受了苦 我替你帮 我 找心非多了 我爱我的家庭 害得我差点一十三名 这个仇 我必须亲自抱 赵小姐不好意思 总裁说谁也不能打搅他 我可是思成未来的妻子 将来故事少夫人 你有什么理由拦我滚 少夫人就算你开大半年 也不见要娶你 也不知道得瑟什么 嘻 思成 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啊 没听到好 陪你来的 思成 你到底什么时候去外 上官晚宁他害了我 都已经未对潜逃两年了 你难道还问不了他呀 我只是没想想时间啊 思成 谢个月十五号即是订婚的好日子 不然咱们就订在这天吧 那 那还剩五天时间 还要邀请宾客 钻戒订酒店 来不及 思成 算机也不都已经订好了 拼客酒店这些伯母也安排好了 你们呀 到时候准时到场就行了 妹妹 顾思成和赵新飞 今日在警察酒店里的订婚 正好 警察酒店 就是我们家的权利店 离开了我 你真是拖不进 哥 我要让他们这订婚业 许贯不成 啊 我这就分过下去 请他酒店 取消他们的订婚业 哥 我要让赵新飞 被赶出订婚业 我要让他当着所有人的命 沿沉 订婚业 好 我陪你出去 不用了哥 这次 就让我一个人去吧 我总要一个人面对 那你的长的孩子 可要告诉顾思成 顾思成的心里面 只有赵新飞和他孩子 告诉了他 任何如 说的对 毕竟长的孩子 说我们上官家的时候 他胡思成那么对 没资格知道他们的存在 被车 送我去警察酒店 恭喜顾少爷和赵小姐 喜结年礼 顾少爷意表人才 赵小姐美丽大发 真是天生一对啊 我说 我说 我也是真的 我说 我这对 我这群人 现在这 我这一见 我说 我这事 对 我这一见 天哪 原来还有这样的内幕 思成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你怎么不开心啊 我这事都不舒服 我想去上厕所 哎 仪式马上开始了 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 来参加我儿的订婚宴 仪式 马上开始 从今日起啊 新婚就是你的未婚妻子了 现在 交换订婚戒指 等等 你们订婚 是不是要先购物一下我 怎么呀 这么漂亮 这不是失踪多年的顾少夫人吗 是我万宁 她是死的 上官网坞 你不知不觉消失了两年 你还知道回来 我不回来 等着你犯重分罪呢 我 万宁姐姐 当初你推我下楼 一声不吭就失踪了两年 我都以为你不回来了 现在 我为了给孩子一个家 才跟思成定了婚 你就不要怪思成了 你害新婚差点没命 好了这么久 怎么还想回来 到底是赵金飞害我 还是她推我摔下楼 想必赵金飞亲你 比谁都亲 不说什么 明明是你推我下的楼 当时 思成都心眼看到了的 上官网坞 我分明看见是你推心飞下楼 事到如今 还想颠倒黑白吗 顾思成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两年前 他发现我怀孕 为了让我打掉孩子 才置我于死地 我说的句句属实 什么 你怀了我的孩子 什么时候啊 他们在哪 他们在怎么样 顾思成 你有什么资格置物 当年 我向你们求救 你们一个二个 都见死不救 孩子 早就没了 没了 怎么会没了 赵新飞是罪亏祸首 那你和你妈 就是杀死我孩子的帮凶 是我还龙的孩子 思成 不是这样的 他根本就没有怀孕 他是骗你的 对 你嫁进来三年都无所处 怎么可能那个时候就怀孕呢 这是我当年的验孕单 白纸推字写的清清楚楚 你说 说 来说 是龙凤潭什么 这 叔叔 你总说我生 不是孩子 和你却亲手 杀死了你不过的生命 你更贵后果 当初没有救他 我 你为什么不救他呢 我不知道他怀孕呢 你要是知道 他是被亲手打着他 你胡说什么 是你自己亲手说的 我若是怀孕 便打掉 这次就是 为什么 你当他敢把我不是 我都发现你这个少女 绝对有病 赵新飞 现在 来来算算 当初你把我推下留的账了 我没有 是你推我的 然后你自己才一起穿下去 是你自己自作自受 好啊 那就让大家看看 到底是你推了我 还是我推了你 四辰你别看 这不是真的 这是假的 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 四辰我不是故意的四辰 这句学着 你还敢找遍 包裹 包裹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老子 西斌那么善良 他说不是故意的 就是不小心推到的 他什么性子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不管他是个是故意的 他都是故意的 郭四辰 他害了我 害了我 害了我 这不愿意去下 不 四辰不行 这是我们的天婚宴 宾客都在呢能不能取消呢 忘了取消 新飞可是给你生的孩子的 难道 你要辜负他们母子吗 苏夫人 我和顾思成还没有离婚 但是如果和赵新飞结婚 就带着重逢去 上官晚宁 你忍心拆散我们一家三口吗 赵新飞 你确定你的孩子 是故意的 我好 是广泰 对 你什么意思 孩子当然是思成的 你敢不敢就亲子见你 我 我有什么不敢 郭忠然ла 你别在这挑拨李箭 胡思成她爱的是我不是你 我就放弃吧 好了 儿子 你亏欠新飞母子这么多 不能再亏欠的 够了吗 我想一个人禁忆 实陈你不能走 这是我们的天婚宴 让我一杯紧急 怎么会这样 男主的婆看这个分野是半个车 要是我 我也不会 这样就不是落成自己家里吗 谁说不好 有人对战休想在家间豪门 我说定婚业不会取消 幸福啊你不用担心 我去拿离婚协议 我们说了定婚业不会取消 这种安慰人的话 也只有你不相信 什么婉宁 思成的只爱我 他一定不觉笑 他一定会跟你离婚的 真可惜啊 我是不会和顾思成离婚的 只要我不和顾思成离婚 你就休想家里 你会觉得你今天从头到尾 就是个笑话 我觉得吧 这个顾少爷也不喜欢离婚 这一生了孩子又怎么样 也嫁不了他 生了孩子又怎么样 还不是个第三者 哪有这种人呢 你对 你们都会闭嘴 他才是 他才是破坏我跟思成改成了第三者 不管你怎么说 反正我一日不和顾思成离婚 你就休想家里讲 哪怕没有孩子做要心 只要我不和顾思成离婚 不和顾思成离婚 恶毒的女人 啊 到底是谁恶 你怎么敢打我 我怎么不敢 你当我还是曾琴那个 让你西子的上官了呢 你 我林姐姐 你怎么敢打我 我只是想跟最后的孩子一个家而已 你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你居然敢对我宝贝儿媳动手 什么 孩子的事 你冲我来就行了 你不能对心扉动手啊 顾思成 什么意思 我孙子需要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实相的 你立刻跟我儿子离婚 让开位置 顾思成 这叫做什么进化 我们的孩子 需要一个美满的家庭 我已经害了你 不能再害心扉 姐姐 你就成全我们吧 真是个傻 你以为我摔下你 你就 孩子的事我一个人承担 你别人承担 我不同意 我绝对不会让你认怨 是果然 我不同意你们认婚 也绝对不会让你们认怨 很然把身权布置全都给我拆了 杖校 你们这是干什么 方医四夫人 我们酒店不接待赵心飞小姐 也绝不允许赵心飞小姐 你再子取代鏡頭頁 你什麼意思 你難道 要跟顧家作對嗎 有需要跟我故事為敵嗎 不敢 所以趙心飛小姐傷天害理 得罪了不該得罪的大人物 我們酒店也沒辦法 還請你原諒 我沒有得罪什麼大人物 我全身連隻螞蟻都不敢猜 不會得罪大人物啊 是什麼樣的大人物 竟敢如此猖狂 海城頂級家族上官家 什麼 竟然是海城的頂級家族上官家 什麼 你什麼時候得罪上官家了 我不知道啊 我都不認識什麼海城頂級家族上官家 你們一定是搞錯了 行了趙小姐 我們是絕對不會搞錯的 還請趙小姐立刻離開 真的 難道真的想為了這個女人 得罪海城頂級上官家呢 什麼啊 先生啊 你還是好好想想 什麼時候啊 得罪了這些大人物啊 帶走 啊 不怪我 放開 不好意思各位 今天訂婚業出了點狀況 麻煩讓大家白跑一趟了 等等 什麼 破壞了你的訂婚業 想找我麻煩 不是那個意思 既然你回來了 就跟我回家吧 回家 回你跟趙欣飛出的家 你非要這麼刺痛嗎 怎麼 刺到你了 從你抱著罪魁獲舍離開 把我留在雪坡中 你懂不懂什麼叫刺痛 對不起 我當時誤會你了 你想要什麼補償 我都答應 好 你懂不懂什麼叫刺痛 都答應了 那你就 休想跟這個傷害我的罪魁獲程前方 是被 都聯想 行 我答應你 你給我回家 好啊 那你就將 那個揪戰卓查的趙欣飛 趕著去再說我 放開你們給我放開 走 找我說了什麼 這回你定不了了吧 這種人這輩子上都受傷不了 這什麼公文妮 你這個賤人 誰管文妮 是不是你叫人破壞我婚禮 不會 是我有怎麼樣 果然是你 你見不見啊 嘴巴給我放乾淨點 你 趙欣飛我告訴你 只要我不願意離婚 你這輩子 都是見不到光的第三者 你這個賤人 破壞別人的婚姻 到底誰才是賤人 什麼萬妮 當初是我不得已嫁給別人 思辰強會娶你的 你才是破壞我們感情的第三者 我嫁給顧思辰的時候 你以令嫁 結婚證上寫的只有我的名字 所有人都知道 你才是第三者 光萬妮 顧思辰愛的是我 你也只是我的替身而已 要不是你搶了我給顧思辰書寫的事 他才不會和你在一起 你有什麼證據 你放心 我會調查清楚 包括你的孩子 是不是顧思辰 你是個瘋子 看來 我以前還是太過懦弱 才會讓你三番兩次的冒犯我 保鏢 打爛他的臉 是 這什麼問題你幹什麼 你別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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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車 管我你 我今日的痛苦 我要你千倍萬倍償還 心非 你怎麼只這樣啊 思辰 你終於來了 故事都說我快毀容了 誰打的你 下手這麼重 是上官晚年 是他派人打的我 思辰 你為我做主對不對 心非 你弄錯了吧 上官晚年他軟包的脾氣一刻 怎麼可能下這麼狠的手啊 思辰我沒有弄錯 就是他打的我 上官晚年這次回來 像是換了一個人 沒有什麼是他不敢做的 好了 我知道你收回去 我知道你收回去 我會幫你承清楚 還你一個公司 思辰 怎麼能這麼欣賞上官呢 思辰要是不信 像上官晚年來當面對製作書 不用叫了 我自己來了 你叫人打了我 你現在很有臉來 清飛的臉 是你找人打的嗎 是我要怎麼樣 你看他都承認了 上官晚年 你怎麼下這麼狠的手 三年前他推我下樓 害我差點生死 我打他幾下抽出氣怎麼了 我都說了我不是故意的 清飛他不是故意的 他說什麼你都相信 他讓你去死 你願意去死嗎 上官晚年 我都說了你要怪就怪我 他現在已經受到懲罰了 護士說他臉都毀容了 這下你滿意了嗎 不滿意 比起我當初受的痛 他這點痛 只是我受的利息而已 姐姐 當初 是我不小心傷害到了你 你要怪就怪我 可是 我也受到懲罰了 當初掉下樓 我手臂也摔斷了 現在我也毀容了呀 清飛已經受到懲罰了 時刻而止 你又能怎麼樣 你 你要報給我就找我 你別找清飛 顧思辰 真讓我失望 思辰都是我的錯 你不要怪姐姐了 只要能讓他出口氣 我這對你打一直了 清飛 你怎麼還是這麼善良 思辰 我已經不生氣了 只是 我這住院可能還需要人照顧 要不 就讓我您姐姐來照顧我吧 我跟她多說說話 多相處相處 可能也就和解了呢 好啊 既然你願意讓我照顧你 那我就勉為其難吧 那就麻煩姐姐了 你有什麼事兒 衝我來 別找清飛 好好照顧她 我有點渴望 可是我現在虛弱的 連床都下不了 還得麻煩晚寧姐姐幫我倒杯水啊 我倒是想看看你想做什麼妖 看我不收拾你 啊啊 吐死我了 啊 放死我了 放死我了 相關晚寧 你幹什麼 我想幹什麼 你應該問問你的心肝寶貝 他想幹什麼 思辰你別怪姐姐 都是我剛剛自己不小心 沒有哪種杯子 別提他說好 我明明看到是他送的手 你眼神可真好 我就是顧你 相關晚寧 你怎麼變成這樣了 姐姐你為什麼要害我呀 照心非故意折騰我 我怎麼就不能撞弄他了 這叫禮尚往來 我什麼時候撞弄你了 要 剛才都虛弱到下不來床 怎麼了 痊癒了 思辰我 我 我 我現在還是很不舒服 你這麼不舒服 要不要我叫護士來幫你看看 不用不用 你裝病 思辰 你相信我 我沒有 行吧 沒有想想 思辰 我的臉毀了 我以後再也不能好了 我怕你以後就不要我了 所以我才這樣的 思辰 我再也不會騙你了 說什麼呢 不管你變成什麼樣子 你在我心裡 都是最美的 思辰 我就知道你還是愛我的 我 看到了嗎 思辰愛的是我 你又算什麼東西 各位 快來看看這個不甜甜的女人 插錯別人的婚姻 想想當我哥哥主啊 這個是醫院不要生了 各位 各位 我的招呼 被裡面這個女人勾引的都不讓我這個戲子了 我也是一世其難自盡 什麼問題 你幹什麼啊 姐姐 我們的上年要宣揚的人情皆知嗎 絕對思辰影響可不好 你們當著我這個妻子的面勾肩搭配 還怕影響不好 這女人真不要 插錯別人家 作為先生 您的妻子比這種女人漂亮多了 你怎麼能為了這麼能欺負自己的妻子呢 我沒有 我和四川才是真愛 我呸 真愛就是被你這種借物的 這位先生 我勸你趕緊回頭施案吧 你懂什麼 滾 我看不懂 你相關晚年 你不要挑戰我忍耐的極限 先生 我現在臉已經混容了 還要他們這麼說 我不想活了 先生 你放心 我一定會找最好的醫生跟治你的 我先在哪里被騙了 他根本就沒有毀容 只是有點腫而已 沒毀容 他這被殺戶裹著的臉 沒有毀容 當然呢只是有點腫 你胡說什麼 人家醫生都說了 我這個命令就毀容了 你的作家臉還是你要我給你裹的 難道我還不知道有沒有毀容嗎 司辰 我還以為真被毀容 結果連皮都沒破 司辰 司辰司辰你聽我解釋 我來的時候還傷得很重 可能是醫管用的藥太好了所以 他現在 你以為我很好騙是嗎 司辰 你知不知道 我最恨別人騙我 司辰是是我不對是我太美 對你太是吧 司辰是我的錯 你的司辰現在很生氣 就算你追出去也沒用 聖光晚宁 怎麼 你真想我毀了這張你才滿意嗎 聖光晚宁 你不是想跟我鬥嗎 你敢跟我回顧家嗎 那是我家 我為何不敢 行 那我就在家等你 你 謝謝你 謝謝你啊 不客氣我只是看不慣這種人做夢做樣 罷了我先去忙了 送我去顧思辰的別墅 大小姐 趙心飛和你的婆婆肯定會聯手整治你 您一個人去容易受欺負 放心吧 我早已不是三年前的上官晚宁 可以任由他們欺負 我若不去便入了趙心飛的意 被撤吧 是 你說什麼 上官晚宁那個賤人居然讓人打了你 我 你看我這臉就是他找人打的 現在還被司辰誤會 他居然這麼囂張 敢打我未來的兒媳婦 還敢理解你和我兒子的感情 真是板著天的他 姑母 我這臉上沒什麼的 做老師現在司辰他不理我了 他會不會後悔讓我過來住啊 星飛 你才是我運氣的兒媳婦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讓他 公開你給我兒子的 姑母 他說他要回來住 就好啊 看我啊 好好給你討回公道 謝謝國母 我就知道伯母對我最好了 司辰 司辰 司辰你回來了 司辰 你別生氣了 我知道錯了 我再也不會騙你了 兒子啊 星飛他知道錯了 你就別跟他生氣了啊 媽 這件事你別管了 既然我跟他取消了定婚宴 以後就這樣吧 司辰 你胡說什麼 你別忘了 心飛可是給你生得到兒子的 你不能因為他犯了小小的錯誤 你就不肯原諒他吧 媽 你知道我最討厭別人欺騙我 他已經騙了我三次了 司辰我真的知道錯了 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就再原諒我一次吧 夫妻之間不就是這樣磨合的嗎 好了好了 來 來 司辰 司辰 我真的再也不會騙你了 我對天發誓 如果我再騙你一次 我就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別胡亂發誓 司辰 我認真的 看在 我孩子對你有恩的份上 你就得相信我一次嗎 好吧好吧 我再原諒你一次 我就知道司辰最愛我了 我先上樓換藝 我就知道司辰一定會原諒我的 你還知道回來啊 還不趕緊給我跪下 蘇夫人 你就是在幹什麼 我幹什麼 你打了我兒媳婦 還有你一見我兒媳婦和我兒子的感情 你這種禍害 不該跪下請罪嗎 蘇夫人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在法律的規定上 我還是你的兒媳 嘿 心非才是我的兒媳婦 你一隻蛋都不會下的母雞 算什麼東西啊 那既然這樣 我一個外人 你憑什麼要我給你下跪認錯 你 姐姐 伯伯可是你婆婆 你怎麼能頂裝婆婆呢 現在又是婆婆了 兩年不見 你們的臉皮還真是越來越好 反的反的看我今天怎麼喊話調教你 你們還當我是兩年前 認你們欺負的上官晚明嗎 啊 姐姐你居然敢威脅伯伯 姐姐我沒有你這個破壞別人家庭 無恥的妹妹 你再叫我一次姐姐 我打你一次 我 是人好痛 兒子 正好你回來了 你來看看 這個死皮賴臉 不肯跟你離婚的女人 在我們家 想要當成什麼樣子了 少方晚明 你幹什麼 我幹什麼 不是你讓我回來住的嗎 但你不能動手打心扉啊 什麼時候變得如此惡毒了 啊 這麼快就和好了 為什麼動手打心扉 還能為什麼 這個囂張跋扈的女人 她就是為了欺負心扉啊 要不是我躲得快 剛剛被打的就是我 要不是我一進門 你們就立馬給我下馬威 便是我下跪認錯 不然我為什麼要動手 我們什麼時候對你動手了 伯母就是想讓你低頭認個錯而已 你今天要是不給我跪下認錯 我們家絕不允許你進來 我不稀罕 媽只是讓你道歉 有那麼難嗎 沒錯 我憑什麼認錯 警裝長輩不是錯嗎 你要是不給我跪下道歉 兒子 立馬修了他 孫夫人 都什麼年代了 還修書 你看法律承認嗎 行了 少說兩句 這句話 你該對他們說 而不是我 姐姐你 你再叫一次試試 你再叫一次試試 讓他亂叫的 反了反了 我現在就把他掃地出門 留著這個禍害 我們一家都不拿你 在那 戳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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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怪你都瘦了 病 養好了嗎 奶奶 我已經養好了 嗯 奶奶 您身體不好 咱們坐下說吧 來 咱們坐下 誰讓你把不三不四的人 帶到家裡來的 媽 心悲是失誠的愛人 不是不三不四的人 閉嘴 我能問你 因為剛剛我生下了孩子 身體不太好 所以讓他在這兒渡一個時間 奶奶 您是來看重孫的吧 啊我讓月草抱來給你看看 不用了 孩子還那麼小 抱來抱去的 你就不怕見風著了涼 安得什麼心呢 哎 誤會心悲啊 怎麼 你是說我發弄是非 我說不得他了 不是這個意思 乖孫喜 你呀 受委屈了 是我們顧家 避不住你 讓你受了那麼多苦 奶奶 我沒事 媽 他有什麼好委屈的 家庭我們付家這麼多年呢 一個孩子都沒有 沒有把他掃地出門啊 已經對他很寬容了 閉嘴 當著我的面 你都敢這樣對我孫喜 背著我 你還不知道怎麼虐待他 你給我跪下 媽 跪下 哎 這樣不好啊 你也跪下 奶奶 私生又哪裡做錯了 婚姻存續期間 對自己的老婆不忠 還敢將外人帶進家來 各養自己的妻子 對身懷六甲的妻子見死不救 這裝裝見見 哪見沒錯 我錯了 就是你的錯 乖孫喜 你受的委屈 奶奶都給你討回來 奶奶 謝謝您 不用客氣 你想怎麼處罰他 奶奶 這不好吧 閉嘴 這是我們家的事 我跟外人插什麼嘴 你還是不忍心是吧 我來替你做主 來人哪 給我將這個妮子鞭打三十 媽 不能打 當初誰知道他懷的孩子不輸了 怎麼怪私塵的媽 就是奶奶 私塵也不知道這個事不能怪他呀 你也是這麼想的 我受的錯 我認罰 私塵 私塵 好吧 還算有擔當 罰吧 好 奶奶 我做魚嘴 一起受罰 孫思塵 你現在 不痛 怎麼會不痛都打出血了 痛就對了 你現在的痛 都比不過我當初摔下樓梯 躺在血裡 被你拋棄的痛苦的十分之一 對不起 你的道歉 我不接受 夠了 別打了 還有三下 繼續 奶奶不行 這打下去人又不行了 奶奶 可以了 我已經消氣了 我也不想因為我 讓你為難 乖孫喜 你呀 還是那麼心軟 既然這麼的 那就算了 思塵 你還好嗎 思塵 上官晚明 思塵現在這樣你滿意了 上官晚寧 我兒不再欠你 你給我滾出去 放肆 是我找人懲罰的 你現在 真對我乖孫喜 是什麼意思 對我的懲罰不滿意 媽 我怎麼能怪你呢 這罰 是他自己認領的 你不敢跟我叫板 就怪到我孫喜身上是吧 奶奶 你喜怒 這件事別再說了 和我老婆沒關係 媽 這打也打了 該說的話 我還是得說 我兒子他喜歡的人是心扉 這上官晚明思中了兩年 現在回來 也該簽字和思塵離婚了吧 你也是這麼想的 我答應過上官晚明 還不簽字 我不能離婚 這還差不多 乖孫喜 千萬不要離婚 不然 白白便宜的某些死皮賴臉的人 奶奶您放心 思塵 那我算什麼 我可是跟你生的孩子呀 是兒子 你不能眼睜睜看的孩子 沒有一個完整的家 怎麼沒有完整的家 我乖孫喜和我孫子還沒離婚 他們也就是夫妻 他們也是孩子的父母 奶奶 我才是孩子親媽呀 親媽又怎麼樣 我宣布從今兒起 孩子由我孫喜賦養 我孫喜 才是孩子的親媽 那這樣對心思也太不公平了 奶奶 這 好了 就這麼定了 有意見 都給我憋回去 思塵 你難道 眼睜睜的看見我跟孩子骨肉分離嗎 我不要補償思塵 我不要補償思塵 我才是孩子媽媽呀 我沒說你不是孩子的媽 奶奶意思是 孩子由我撫養 既然 你非要念這顾思塵 那你就乖乖乖在他身邊 當個姐妹 這下 你如願已償了吧 不是才句 既然這麼的 別在我孫子面前晃 來人 把他的東西收拾收拾丟出去 我們顧家 不能容忍著不三不四的人住進來 媽 欣賓都住出來兩年了 她是屍成孩子的母親 不是不三不四人 奶奶 這件事 這件事 就這麼定了 再去 一起滾出去 奶奶 我都做什麼了 我都可以改的 奶奶你別趕我走呀 思塵快出去壞了 奶奶 咱們家還有很多空的地方 要不就讓他留下吧 是啊媽 要是外人知道先被趕出去 那名聲都不好聽啊 你們把他帶進來的時候 怎麼就沒想到名聲不好聽啊 再勸一起滾出去 張阿姐 別東西你收好了請 不要 張小姐回家不方便 幫她一下 好 我自己會走 別得意了 我會回來的 那咱們就拭目以待 看我給不給你這個機會 怎麼樣 奶奶處理的 你還滿意吧 謝謝奶奶 我很滿意 滿意就好 滿意就好 來 你們二人呀 要夫妻一條心 和和美美的 是我老胎婆唯一的心願 奶奶 你放心 我們會好好 那就對了 我就不打擾你們夫妻團聚了 你不是口口聲聲說要孝順我 要貼身伺候我嗎 給你個機會 搬到我那去住 別再探討人家小兩口的事 是 你還在生氣嗎 我不生氣了 沒有了暗眼的人 我現在高興的很 在我沒有同意和你離婚之前 還請你繼續忍耐 等等 我們談談 沒什麼好談 想讓你的心上人回來 人都沒有 爸爸 爸爸 我以後會好好照顧你的 我以後會好好照顧你的 我先刺下你 你很喜歡孩子 我看 我給他 不該接你的傷疤 不貼了 你長得不像 孩子还小 没展开 现在看不出来的 希望你以后也能这么想 什么意思 没什么 我住哪个房间 主卧已经让人打扫干净了 别人用过的房间 我先恶心 我还是住偏房吧 这两年 它变得太多了 上官晚年没搬进主卧 还住进原来的偏房 你又把我赶出来 他就能回去了吗 司成连主卧都不给他住 你想说什么 少爷主动邀请他帮回去 因为少爷不让 是他至于不应用 你说什么 这怎么可能 不行不行 老太婆已经把伯木带走了 我不能让他们俩住一起 哎呦 我可怜的宝宝呀 是不是想妈妈了 哎呦不怕不怕 妈妈过几天啊 就回来陪你了 哦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昨天你已经被赶出去了 怎么现在又来了 还想死皮赖脸赖着不走 小老板宁 这里是我家 我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能带我喝呀 你脸皮是真的喝完 要不要 我给奶奶打个电话 问他老人家 这里到底是不是你家 你只会这一招吗 这招不是罪管用 你 司成 你下班回来了 哎呦 你伤口怎么样啊 还疼吗 没事了 顾司成 原来 一早就知道他来了 看来奶奶的话 你又忘了 他只是来看孩子 不会住下 姐 孩子还这么小 你忍心让我们母子分离吗 把他给我赶出去 否则我不敢保证 如果奶奶知道了 会不会亲自过来 你威胁我 是 许飞 你先走 司成 有话 我去 好 我不让司成为难 我在最后看一眼孩子 上官晚宁 你别怪我心狠 他又怎么哭了呀 以往就乖乖的 怎么今天总是哭啊 这怎么回事 他是不是饿了 我猜一眼没得多情 怎么回事 这怎么亲一块子一块的呀 怎么回事 这是掐痕 为什么会有掐痕 这 这我也不知道 明明昨天之前都没有的 是不是你掐的 我没有 你有证据证明是我干的吗 月嫂都说了 昨天之前都没有 怎么明明今天就有了 不是你是谁 等会儿 我先调查清楚 司成 我昨天就走了 明明今天他来了就有了 不是他还有谁呀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干的 孩子一直是你的照顾 怎么回事 我我不知道 月嫂求你了 你就说吧 孩子是无辜的呀 是他 是他动的手 忽然是你 我没有 什么玩意 你要恨我你怎么害我都行 你怎么忍心对那么小的孩子动手 他真是伤心逼狂 我没有 你说没有 月嫂为什么指着你 我 是他心怀我 明月啊少爷 我亲眼看他动他手 胡说八道 上官万民 你好狠毒啊 现在连孩子都不放过是吗 没有 事到如今 你还找遍什么 这么小的孩子 你也下的去手 我没有 我这么喜欢小孩子 我怎么可能对他们下手 这个事情 肯定 有蹊跷 能有什么蹊跷 现在人生物证都在这里了 是你的合伙姐陷害我 没有我没有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司辰 他伤害我们孩子 你要为我们的孩子做主啊 我 上官万宁 如果孩子有半点闪失 我跟你没完 背车去医馆 虐待孩子陷害给我 是你干的吧 是又怎样 那可是你的孩子 你怎么下的了手 只要能解决你 别说是孩子了 就算是我自己啊 我也能下得去手 你就不怕你干的好事 被顾思辰知道吗 你没证据不是吗 好了 懒得跟你废话了 你啊 就等着被司辰赶出门吧 赵新飞 你当我是傻子 什么都没有准备吗 这次呀 我都要看看 你如何狡辩 你得我的宝宝 你怎么敢有脸来 你再也跟我动手试试 你怎么敢 思辰 他伤了我们宝宝 现在还动手打我 伤官万宁 我是不是对你太纵容了 一二再三三的挑战我的底线 他先动了手 那也是你有错再先 我要再说几遍 我没有那带孩子 人证在此 你还要狡辩是吧 人证也可以做假证 除非你将人证无证都摆在我面前 孩子的伤口里又断掉到指甲 我已经送去化验了 结果马上就出来 四辰 还做什么化验啊 你直接跟他灵魂本 把他赶走不就行了 是啊少语 这么着急给我定罪 你是怕你自己干的破事被带入了 你什么意思 你听不懂吗 你的心肝宝贝为了赶我走 贵女的孩子栽赃给我 说八道死成了 我怎么会拒绝自己的孩子呀 天地下出父母的哪有对孩子不好啊 等化验结果出来自然就清楚了 不行 什么不行 他当然会说不行 因为结果肯定是他做的 我管理你屑口碰人 你有本事拿证据 你别说 我还是真有证据 你 是我的 屈子啊 那可是你的孩子 那怎么下的了手 只要能解决你 别说是孩子了 就算是我自己 我也会下着去手 你就不怕你干的好事了 被顾思成知道 你们知道你不是吗 好了 改了跟你废话了 行了 我会思统赶出门带 啊思绅 思绅不是 你没想到这个录音是合成的 思绅 你相信我好不好 是啊 少爷 这录音不可信 你别被骗呢 不成也没关系 不是还有花言丹吗 那东西 总不能骗人吧 他就一切身心 他就一切身心 换眼蛋的结果出来了 DNA的结果 和赵姓飞的小姐一样 现在真算大白了吧 四川 四川 張新飛 我狠啊 你最近心生孩子都嚇得去手 四川你想想我可以解釋四川 是 行 你怎麼解釋 我一直沒有告訴你 我生了孩子之後我得了抑郁症 我一直沒有跟孩子一起出 我要幫你解救我 我以為是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我才對孩子做出了這樣的事情 四川你相信我 四川 說的是真的 啊 是 是真的 趙小姐有很嚴重的抑郁症 這次也是發病了 才會肚子傷了孩子 少爺 趙小姐太可憐了 他也是可憐人了 金飛 為了脫罪 你居然什麼謊話說得出來 正好 這裡是醫管 要不你來整治一下 我敢 我味道 對 這一分 你不要 你要告訴我 快要不要 他也不可以 這就是我 你怎麼說 再說 我 你為什麼 你就是 Marty 不然你是大孩子 去栽贓我這個事 不能就這麼算了 我已經這麼可憐了 你就不能再原諒我一次嗎 是啊你還又沒有人性 如果今天沒有證據 我就算跳進黃河也險欣 你是怎麼敢騙我的 少爺我再也不敢了 饒我一次吧 我知道錯了 你這種人我們家過不去 來別把代告 不要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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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我再也不敢了 這件事是你錯了 給他道歉 司征我跪一下 我不想再說第二遍 我再也不敢了 這件事 我都已經跪下了你還想怎樣 你還想怎麼樣 既然他有病 還時不時發作 為了避免他再次傷害保 我看就沒有必要讓他見孩子 你說呢顧思成 我同意 思成 我不同意 我會努力配合一生一致的 我絕對不會再傷害孩子了 思成 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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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絕對不會再傷害孩子了 那幾病人都敢傷害孩子 怎麼保證 行了 這件事就是這樣 等孩子痊癒了 就把孩子帶走 蘇智蘭 孩子他還小 他離不開媽媽的 現在 月嫂也走了 誰來照顧孩子呀 孩子我會照顧 月嫂我也會重新病情 你不用擔心了 你不用擔心了 奶奶很喜歡孩子 蘇夫人也在 要不把寶寶送去奶奶那裡吧 行 等孩子痊癒之後 就送去奶奶那吧 上官晚年 我告訴你 你別以為我跟孩子見不著 你就能和孩子摸摸他的心 你妄想 趙心飛 你趕緊滾吧 你的孩子 我會好好照顧你 保鏢 保鏢 幫我放心事兒 是 大少爺讓我告訴你 他那邊調查 你給顧姿的事兒也有進展 哎對了問你兩個孩子乖不乖呀 大小姐請放心 小少爺和小小姐都很聽話 這是他們今早拍的招聘 哥哥把他們照顧得很好 好 寶寶們千萬要聽話呀 媽媽很快就回來看你們了 對了大小姐 大哥也想要給你舉辦回歸宴 公布你的身份 到時候在回歸宴上 揭開找天飛的真面目 好 天哥哥安排 奶奶 快來快來 知道你要來 我呀 特地讓人燉了補品 來 謝謝奶奶 奶奶你也喝點 不用不用你呀 多喝點 孩子睡了 媽孩子睡了 這湯燉了這麼久 怎麼給他喝了呀 不給他喝 難不成給你喝 媽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以為是給你燉的 他哪有那麼驚貴啊 怎麼說話呢這是 好了奶奶 飯做好了 我們去吃飯吧 謝謝 咱們吃飯去 好 走吧 就是吃不下飯的母雞 有什麼寶貴的 行了 以後這種話別說了啊 吃飯 啊 我還不是為了你好啊 父母啊 哎 親愛 你可算是來了 你要是再不來啊 我兒子 都被那狐狸精給勾走了 哦 伯母 奶奶不喜歡我 我這次來看孩子 會不會 不怕 伯母在你 誰讓你帶進來的 媽 現在已經很久沒看過孩子了 你就讓他看一眼吧 奶奶 我看一眼孩子就走 奶 你就讓他看一眼吧 畢竟是自己的親骨肉 去看看吧 謝謝奶奶 兒子 你快帶新飛去看孩子吧 不許去 別以為我不知道你們打的什麼算盤 要看 就趕緊去看 要不看 就趕緊走 好好 新飛啊 我帶你去 謝謝奶奶 謝謝伯母 你媳婦在這兒 你敢對其他女人顯殷勤試試 奶奶 知道我不是這樣的人 哈哈 不用管他們 我們吃飯 謝謝奶奶奶 奶奶 你也多吃點 時間也不早了 新飛也沒吃飯 媽 我們就留新飛吃頓飯吧 你是故意讓我受氣是吧 我不是這個意思 奶奶 你們不要怪伯母 我不餓 老夫人 海城頂級家族上官家 要為流落在外的上官小姐辦回歸宴 特送來邀請 那頂級家族上官家 竟然還有一個流落在外的千金 還要舉辦回歸宴 怪孫 你帶著你媳婦去吧 奶奶 以前這種宴會都是我陪司成去的 要不這次也讓我陪司成吧 對呀媽 新飛已經游刃有餘了 比那個死板的上官晚年 可靈活多了 她去 說不定會丟我們家的臉呢 蘇夫人怎麼知道 我去就一定會丟臉 難道不是嗎 你去參加過宴會嗎 你還好意思說呢 晚年嫁到顧家這麼多年 你從來就不讓她參加會議 一直把她關到家裡 現在當著我的面 你還敢如此 你好大的膽子 媽你從哪聽到的消息 這都是她自己不願意去的 別以為你把消息封鎖了 我就不知道 這事就這麼定了 沒關係的奶奶 趙新飛想去 那就讓她去吧 說傻話 有我在看誰敢欺負你 現在誰還有意見 我沒意見 我也沒意見 有意見也憋著 謝謝奶奶為我做主 本來啊 就該你去 讓大家都知道 你 才是我們顧家 認定的孫習 我就知道奶奶 都最好了 乖孫兒 快去準備漂亮的禮服 給我孫媳婦 好 該死的老太婆 我孫媳婦 你給你逛了什麼迷魂湯 讓你這麼護著她 沒有我 害你被奶奶凶 這關你什麼事啊 從我嫁進來 這老太婆啊 就從來沒有給過我好領事 伯母 你為這個家付出這麼多 奶奶還不待見你 也不知道 您什麼時候才能當家做主 不被處處受限 還等好幾年吧 伯母 你可千萬別這麼說 奶奶呀 身子無碩 這幾年一直是藥不斷的 萬一哪天 她要是吃錯藥 有啊 這話可千萬別嫩說 萬一 被你聽到 可怎麼辦啊 不容我 我早就把您當親媽媽了 這些話呀 我一直敢跟您說 你是個壞孩子 但老太婆天天壓在我頭上 要是真的吃錯藥 心飛啊 我去給媽拿藥 你就在那兒好好休息啊 老太婆 既然你要天生上功啊您 就別怪我對您不客氣 老太婆 老人吧 這是自然 那你還不去房間 給奶奶拿藥啊 我在這兒 你就敢恢復我孫禧 你好大的婆婆癮啊 讓他去給你拿藥 我哪敢指使他 奶奶 這是我應該做的 我現在呀 就幫您去拿 在房間左邊的櫃子裡 別拿錯了 好 毒害奶奶的罪 看你怎麼解決 不過 這也是我重新獲得 私塵住室的機會 喂 幫我把醫師叫到老宅等著 別忘了帶幾條 奶奶 這樣吧 奶奶 有什麼嗆嗆了 那感覺不舒服 媽 你怎麼了 這兒奶奶 奶奶吐血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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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奶奶你怎麼了 來人 快來人哪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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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暈倒了 奶奶暈倒了 奶奶怎麼了 不知道啊 奶奶昏倒了 快備車去醫館 四川別著急 我帶醫師來了 什麼你滾開別等醫師了 醫生你快來看看 你看看我婆婆是怎麼回事啊 婦人別急 輪我先給老婦人看 哎呦這是中了毒的跡下 你們給老婦人吃了什麼 媽剛吃了藥 難道 相關瓦妮 是不是你拿錯藥了 藥是你讓我拿的 我怎麼可能拿錯 這個應該是剛剛奶奶吃的藥 你試你看看 哎呦這是毒藥啊 你們怎麼能給老婦人吃毒藥啊 那奶奶不會是 二奶奶去洗胃 不用著急 我這兒啊 有解藥不用去醫館 這個真的有用嗎 放心吧 藥啊已經開始起效果了 只要你去醫館 只要睡上一覺 就會立馬解除毒素 現在只需要讓老婦人 好好休息排毒即可 怎麼就沒事了 來人 讓老婦人不下去休息 說說吧 怎麼回事 是他 是他給奶奶吃的藥 一定是他要害奶奶 我沒有 還說不是你 我剛剛看到你給奶奶餵的藥 不是你是誰啊 我沒有 要是蘇夫人讓我拿的 奶奶可以作證啊 藥是我讓你拿的 但是為什麼偏偏這一次餵錯藥呢 就是 我看呀 分明是你掉了包 上官晚年 奶奶百般遷就你 你怎麼能這麼對她 我最後再說一遍 我沒有 這個事情 肯定有蹊蹺 能有什麼蹊蹺 知道了 你想通過奶奶害我 你胡說八道 什麼意思 奶奶暈倒後 你馬上 就帶著醫師 醫師 醫師的藥箱裡面 剛好就有解毒丸 你們不覺得這一切 都太巧合了嗎 思辰 伯伯 你們別信他 醫師 是我叫來給寶寶 把瓶安賣的 再說了 醫師手裡有解毒丸 不是很正常嗎 對呀 我們醫師一般出門在外 都會準備各種應急的藥 對啊 那能說明什麼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應急藥裡面會有解毒丸 說怎麼回事 這個城市不足 辦事有餘的蠢物 那個 別別別別的醫師我不知道 但我一般都會準備 各種齊全的藥 這就是你說的齊全 這個藥箱子裡面除了解毒丸 什麼都沒有 可能是醫師出門的急沒有帶全呢 你給我閉嘴 我 解釋清楚 到底怎麼回事 我都讓你生不如死 路上 路上饒命 路上都是趙心飛 買了毒藥 然後讓我帶著解藥來救老夫人 這老夫人的事情 跟我一兩關係都沒有 你閉嘴 死神 是無限我死神 心飛不會做這種事 肯定這個人啊 被上官往年收買了 畢竟啊 餵藥的人可是他 蘇夫人 這個藥是你讓我拿的 按照你這麼說 你有你的一份了 你胡言多語 路上 我怎麼可能會開奶奶呢 聽到的 我心裡這麼善良 我怎麼會嚇死毒手呢 事到如今 你還想狡辯是嗎 路上 路上 我說的拒絕屬實 我身上還有證據證明 你看 這是趙心飛轉我的一百萬轉場紀錄 死神 死神 趙心飛 你怎麼敢 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錯了 死神 兒子 心飛肯定不是故意的 你別生氣了 媽 你就別起她說話了 害了奶奶 其罪當諸 死神 我這都是為了挽回你啊 死神 我是愛你的 趙心飛 你太讓我失望了 從今天起 我們兩個一刀兩斷 不要 死神 不要 死神 我是愛你的 我我我可以改 我這個都可以看到死神 兒子啊 心飛她知道錯了 何況你奶奶不是沒事嗎 蘇芙兒的意思是 奶奶要是出事才追究 你給我閉嘴 我們家的事 還輪不到你擦嘴 夠了 不要吵 這件事情到此為止 死神 我可是給你生了孩子的呀 你就原來我這一次 我好死神 孩子 要不是因為孩子 你都死一百回了 我病了 帶走 我不想再看見他 死神 不要啊 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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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贏在家 怎麼變成這樣了 蘇夫人 你可安分心 這個事情到此為止了 但不代表 你做的事情 沒有人知道 你少在這胡言亂語 我媽跟這件事沒關係 你以後 不要再跟她整風相對了 奶奶還好沒事 所以我才不追究 但不代表 你那個媽 是個什麼好東西 等等 你要去哪兒啊 怎麼了 我罵了你媽 你要找我媽 知道 不是這個意思 算了 禮服給你準備好了 你要不要看看你喜不喜歡 不用了 禮服我自有準備 明天我們一起去回個宴吧 用不著 你 思辰我真的知道好 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好不好 我真的不能沒有你啊 思辰 趕走 不要不要 思辰你要是不原諒我 我 我就思辰你面前 你以為你威脅得了我嗎 思辰我沒有威脅你 思辰你忘了 我給你獻個信 我救過你命 思辰你說過 你欠我一命 你會永遠跟我在一起的 你這次就原諒我吧 思辰給你就是信 思辰 我就知道你最愛我了 我一定會好好赎罪的 那 這次宴會可以帶我去嗎 這次宴會 為什麼呀 這次宴會 晚寧陪我去 他到現在都還沒來 說不定不想去了呢 喂 晚寧 宴會快開始了 你到哪兒啊 不用等了 你自己去吧 喂 嗯 思辰我一說了 他不想去吧 要不你帶我去吧 這次上官大小姐回來 我跟他處好關系 正好還有另一名所做呢 你爸 妹妹 我思辰已經帶了趙欣飛來宴會了 看來我還是想看了趙欣飛的本事 不過也好 他要是不來 我們還怎麼看好性 那我們去宴會吧 布塞你們請 聖光滿名 他不是說不來嗎 肯定是想欲請欲縱 看到外面那個女人了嗎 他沒有邀請 你千萬別 最近請放心 我們是不會讓沒有邀請函的人 累的 上官晚年 沒有邀請函 你就等回溜溜回去吧 妹妹 你先下去 去停個車 嗯 請出是邀請函 我沒有邀請函 抱歉 沒有邀請函是不能進去的 這位小哥 這是我哥哥舉辦的宴會 哪有要主人公邀請函的道理 不好意思 沒時間跟你開玩笑 讓開讓開 別擋了客人的路 怎麼回事 歡迎上官少爺 是這樣的 這個人他沒有邀請函 還想進去 你不小心讓他擋了你的路 真是對不起 妹妹 怎麼不進去 哥 我們邀請函 他不讓我走 難道您是上官大小姐 對不起對不起 好了 這是你的職責所在 這知道這樣的情況 可不敢對客人不敬 是是是 妹妹我們走吧 哎大小姐 其實是有一位小姐 讓我退以南下您的 誰 不用想也知道 肯定是趙清飛 等會兒呀 我們新账就账一起算 快速 這裡可真豪華 看來海城鼎宮家族 上官家的名聲 名賦取足嗎 若是 ramío一辜 上官家的人 我嫁給思辰 生死也就更大了 布小梁 把它拿來參加上官 前進的復婦宴呢 那 来 三官少爷来了 少爷您好 我叫赵新飞 有事 就是想问一下 三官大小姐在哪里 没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想跟她交个朋友 别着急 我妹妹一会就出来了 各位来宾 这日是我上官家大小姐的回归宴 这日举办宴会 让大家认识认识我妹妹 接下来 尤其我妹妹出场 大家好 上官晚宁 你来干什么 这可是上官家大小姐的回归宴 你别在这捣乱 快滚下去 这是我的回归宴 我为何要滚下来 你说什么 晚宁 你闹了 我 上官晚宁 就是上官大小姐 不可能 你家里那么穷 怎么可能是上官家大小姐 你别以为你信 上官就能站上边了 快滚下去吧 各位 这位就是我妹妹 是我上官家之散多年的上官大小姐 上官晚宁 我哥都这么说了 你还不相信吗 上官少爷都这么说了 阿伦有假吗 原来顾少夫人就是上官大小姐呀 这可真是般配呀 是呀是呀 我真羡慕 你竟然是上官大小姐 怎么会这样 你是上官家大小姐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为何要告诉你 我是你老公 现在是我妹妹老公啊 当初对她见死不救的时候 怎么不说是我妹妹老公啊 张新飞 你这么着急走干什么呀 你做那些事 正好 让大家都听一听 你什么意思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都忘了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一一 跟大家说清楚 小小新飞 张成 我们都已经离婚了 你来干什么 你卷走我全部家属 还敢问我来干什么 我没有 什么意思 说清楚 顾少爷 怕是不知道吧 他在不知道你是总裁的情况下 毁了钱 爬上了我的床 在你面前 却骗你 说是被我胁迫 才和我结婚 你撒谎 是你撒谎 你没想到顾少爷 是顾氏总裁 害得我被顾氏攻击破产后 权责我全部家属 还设计和顾少爷春风一度 怀上孩子起步上位 难道这些 我都说错了吗 是真的吗 他撒谎 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不是败金的人 我更没有设计过你 都是他 胡编乱造的 看来 没有证据 是不肯承认的 我有证据 这是他在和你交往的时候 爬上我床的怒音 长宝 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伺候你吧 一个有男朋友的女人 也配伺候我 你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录音不能作为证据 录音不能作为证据 那你来我房间 路上的监控 拍的视频和照片 总能作为证据了吧 陈 我 那你告诉我 这些都是什么 我 怎么解释 想不到长得人模人样 居然做出这种恶心事 这么说 顾纱也不是被骗的 你们都给我闭嘴 自知 你听我记得的事思辰 够了 事到如今 你还脚辩什么 思辰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可爱你的心是真的呀 你就原谅我一次吧 你的爱 可真年价 你给我闭嘴 敢让我妹妹闭嘴 你好大的胆子 让大家见笑了 接下来 还请各位回避 不是上官少爷 可否请他们离开 你 思辰 当初我确实被迷心窍了 可是我现在满心满眼都是你啊 看在我们孩子的份上 你就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赵新飞 你确定那个孩子是顾少爷呢 什么意思啊 你胡说什么 孩子当然是思辰的 你少在这瞧不理解 赵新飞 把你那点泡石抖出来 你着急了是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给我说清楚 你现在还不清楚吗 你和赵新飞的孩子 根本就不是你的 你都知道什么 告诉我 思辰 不是这样的 孩子是你的 你给我闭嘴 你有什么证据 这是你和孩子的DNA报告 谁一定是伪造的 给我拿来 你 啊 又是伪造的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啊 你怎么敢 你别信他们的 思辰 孩子是你的 这个是他们伪造的 赵新飞 你连运都没有怀过 你怎么敢狡辩的 你说什么 他没有怀过孕 是的 上官大小姐 赵新飞从来没有怀过孕 那孩子 是在福利院报的 还是以我的名义收养的 这是收养证明 你竟然都没有怀过孕 我 何止啊 顾少也被灌罪 根本就没有碰过赵新飞 那晚 他在我的房间 顾少也被灌罪 根本就没有碰过赵新飞 那晚 他在我的房间 你闭嘴 你给我闭嘴 他说的是真的 我 赵新飞 你好大的胆子啊 来人 把他带走 我再也不想看见他 不要啊 思辰 思辰 你忘了 当年 我给你说过血 我救过你的命啊 赵新飞 你要不要脸 什么时候 给顾思辰说血的人 变成你了 一直是我呀 思辰当初 醒来看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我呀 给顾思辰说过血 救过他命的人 一直都是我妹妹 你怎么好意思冒领我妹妹的功劳 原来救我的人 一直是婉宁你 思辰 你别信他们的 当时两年前 你出生后 是我给你剪的血啊 思辰 我和顾思辰一样都是熊猫血 而你是欧型血 你怎么给他输血 顾思辰一样都是熊猫血 而你是欧型血 你怎么给他输血 你交叉我 原来你是欧型血 难怪你一直不敢让我看你的病例 救我的人根本就不是你 我 我 你给我闭嘴 婉宁 原来一直都是你啊 是我 只是当初我跟你书写过多 所以被转移到另外的地方 赵新飞才捡了漏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早点告诉你又能怎么样 如果我早知道是你 我就不会伤害你 我们就不会变成这样啊 明明是你自己认错的人 还蛮有妹妹没有告诉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我早知道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就不会爱上别人 够了 我救你 我不后悔 可谁救你你就爱上谁 你不觉得这个爱太严价了 我只是把感激当成了爱 我从来没有爱过赵新飞 你说什么 你没有爱过我 那你为什么是要娶我 是因为你有了我的孩子 我要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给孩子一个圆满的家庭 仅此而已 原来你对我 这是责任 婉宁 从我娶你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被你吸引了 只是我的心 一直被迷惑 现在我知道了 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 够了 别恶心我了 你以为你现在说爱 就可以弥补你对我伤害的一切 是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你了 我妹妹不需要你廉价的爱 离我妹妹远一点 对不起 我会弥补你的 我不需要 弥补 顾思辰 你也杀死你们孩子的帮凶 你拿什么弥补 我们 是一秋之河 你就别走上来偷信了 我们 是一秋之河 你就别走上来偷信了 你闭嘴 你害了我的孩子 你要我怎么惩罚你 干什么 不许可疗 赵新飞 我会亲自处理 行 就会你处理 赵新飞 你害我差点生死 我当初受的所有痛苦 我都要你一一偿还 你要是感动我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啊 你的罪行 自有法律来判断 至于你 你这辈子就在里面渡过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把他送你死吧 部门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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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知道错了 不要 你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自权 行 你可以不去死法 我就知道 你造的孽 死不足惜 你选吧 是去司法部接受惩罚 还是用命 来还你欠下的债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行了 带走 我死真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男人 我祖宗你一辈子都不到幸福 我祖宗你一辈子都不到原谅 一辈子就这样吧 我 妹妹 罪魁祸首以服法 那这个帮凶 要怎么处置 你放心 我们上官家就算倾家当下 也不会放过他 我们上官家动手 我犯下的错误 任你们处置 这是我故事的公章 有了他 故事都是你们的 好 故事从此一步 但是 我要留在你身边 你做梦 你如果真觉得愧疚 就在离婚写议上签字 放我妹妹自由 不 我已经说过 不会和我离婚的 那是以前 我不想让赵新飞如愿以偿 才不愿和你离婚 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 对付赵新飞 是 现在 你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 签字吧 难道 你还想和我交参下去 你现在 就这么讨厌我吗 是 还要我妹妹说几次 赶紧签字 以后婚嫁 各不相干 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你 再给我一次机会弥补你 孩子 我会再弥补给你一个 顾思臣 你在说什么疯话 还敢做成流大梦 顾思臣 你凭什么以为你这么伤害我 我不报复 我还要给你机会 报复是吧 好 来来 来 你吓我 你放开 你把我插死 我给了命都给你 来 别再就差我妹妹 顾思臣 我给你最大的报复 就是我们两个从此以后 你刀两断 护我 来 婉宁 如今 你们工章在我们手里 如果想打官司拿回去 我们随时奉陪 那你如果想再纠缠我妹妹 定会让你后悔 你是我的妻子 我一定要挽回你 放开我 你干什么 我可是顾夫人 这是我家 顾夫人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故事已经一组了 这栋别墅 已经不属于你们故事了 不可能 儿子 你可算回来了 你告诉妈 你不是去上官千金的回归宴的吗 怎么一转业 这房子和公司 都成了上官家的了 妈 你知不知道 赵新飞冒领救我的命 还有孩子 不是我的事 什么 孩子怎么不是你的的 是真的 我都调查清楚了 赵新飞 一直在骗我 怎么会这样呢 老老还一直对他掏心掏肺的 他为什么要骗我们 你不知道吗 我怎么会知道 他这个贱人 真是敢骗我们 他在哪 我去收拾他 不用去了 他已经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那这房子和公司是怎么回事啊 上官婉宁 是上官家流落在外的千金 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 都怪我认人不亲 害惨了他 房子和公司 是我补偿给他的 天哪 那我们不是一无所有了 各位 但是妈你放心 我会用我的双手 养婚你和奶奶的 你是不是老子有病呢 我命令你 立刻马上 去把公司和房子都要回来 我是不会要回来的 等我再次白手起家 一样可以让你们过上优越的生活 我等你在白手起家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 你愚蠢的你 房子和公司你不要是吧 我去啊 妈 妈你别去啊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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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我不是接手了故事吗 你猜 我调查到了什么 难不成 故事有人不服哥哥 蝶蝶反抗 顾思成亲自吩咐 顾思成要向下 服服蝶蝶 那什么事情 让哥哥这么心肥 你知不知道 顾思成的爸爸 在苏敏之前 还有一人妻子 宋一 宋家大小姐 不过 他嫁给顾爸三年 便没事了 难不成 哥哥带着的事情 和他有关 不错 顾思成的生母 不是苏敏 而是宋一 什么 宋一居然是顾思成亲妈 那这个事情 其他人知道吗 你往后翻 苏敏二十多年前 身下死胎 趁机调换了顾思成 顾思成亲妈 我们儿子死了 最深受打击 才离射 苏敏因此趁机上位 成了顾夫人 不错 苏敏隐藏了事情的真相 要不是我接管故事集团 调查故事最开始的资料 恐怕这段真相 没有永久埋桃 没关系 苏敏 苏敏 难怪这个苏敏和顾思成 长得一变逗像 这个事情 顾思成知道吗 顾思成要是知道 她亲妈被苏敏害死了 是能令她到现在呢 这个苏敏 难怪这么饿了 原来跟 感觉乱透了 上官瓦林 你这个小街人 给我滚开 上官瓦林 你这个小街人 给我滚出来 怎么回事 苏敏 他非要把你来见大药宇 我拦不住 小街人 你凭什么抢走故事啊 苏夫人 来上官家做客我们欢迎 但是不来找茬的 可别怪我们不客气啊 苏夫人 你还敢问我来干什么 你花言巧语骗走故事 我是来拿回公章和故事的 那恐怕 让苏夫人失望 故事是库司成亲手送给我的 我已经让我哥捐出去了 恐怕还不了了 你说什么 那不是你的东西 你怎么敢 算我的就是我的了 我凭什么不敢 你这个贱人 你这个贱人 帮我 你民主都 不会 你 别习惯 你 不 就算我媽再有故事 你不應該動手吧 要不是他先回老婆孫 誰會動 要不是你們搶的故事 還把他捐了出去 我會出手嗎 媽 是我自願 給萬寧的 我不同意 故事不是你一個人的 你們今天啊 要不把故事還回來 我給你們買還 媽你們鬧了 再鬧你試試 幫萬寧 你這個不下蛋的賤人 你要毀了故事 毀了我多年的心血 我跟你不死不休 媽你閉嘴 你跟脖子說什麼呢 我說錯了嗎 他就是你這不下蛋的母雞 不好了大小姐 小小姐和小少爺不知道為何 一直哭鬧不停 你們快去看看吧 什麼 等會 什麼小小姐小少爺 兩年前我摔下樓 差點慘死 是我哥救了我孩子 孫敏 聽到了嗎 我妹妹生了一對龍鳳胎 你再敢亂噴死 就跟我撕在你的嘴 他居然生了一對龍鳳胎 怎麼可能 怎麼不可能 這就是事事 我們竟然有孩子 那這兩年你不出現 是因為孩子 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呀 跟你有什麼關係 反正我們都要離婚了 憑什麼告訴你 行 請你們離開了 就算你生的孩子又能怎麼樣 那也是我們顧家的孩子 正好今日 顧氏和孩子一起還給我呗 孩子是我一個人的 和顧思辰沒有關係 跟別說你這個外人 我是思辰的母親 怎麼就成了外人呢 蘇敏 顧思辰的母親是宋嬰 要不是你當初拿著死因 吊換了顧思辰就憑你 你也能成為古夫人 你胡說 你們在說什麼 顧思辰 你不會不知道 你的生母不是蘇敏 而是送陰吧 你胡說八道 我要叫你個誹謗 蘇敏 你不要以為你把肥子 瞞得死死的 就沒有人知道你幹的好事 這是我哥 調查的所有證據 都在這裡了 別看都是假的 你連看都沒看 就說是假的 難不成是不打自招了 你幹嗎 如果這些是假的 那什麼是真的 這 我 這麼多年 我一直認識一個殺人凶殺他母親 可笑 真是可笑 兒子 你聽我解釋 我把你養這麼大 把你當親兒子 認得我兒子 我悲求兒子 你害死我的親生母親 這麼多年 你是怎麼心安理得 當什麼事沒發生一樣的 不 不 不 看在你對我的養育之恩上 你去自首吧 來源 把他和證據送到司法部門去 是 哥 我進去看看孩子 嗯 胡思辰 你走吧 我您家不歡迎你 我的妻兒都在這 不會叫你 你 來人 把他帶走 布置他來進來 國務員 您還是先出去吧 劉宰哲 只會讓大家接心情不順 對 你 對 在這 不 我 在這 在這 我 在這 我 我 在這 我 在這 在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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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不喝 歸有三天 想來又繼續歸 倒是有點毅力啊 我 妹妹 你心疼了 难道你要原谅他吧 他的步骤 都已经忘记了 他毕竟是孩子的分析 如果不原谅 折磨的 只我自己 人呢 得朝前看 瑞瑞 你长大 哥 告诉他 我原谅他了 他回去了 我不想 再看见他 我妹妹原谅你了 真的吗 那我可以见他了吗 他只是原谅你 并不是想跟你在一起 你如果真的爱他 那就重新追求 至于能不能在一起 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不过 我是不会同意你提他了 这次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 你穿这个衣服的样子 好看 不然 等你所有款式给我打包两份 哎 真的 孩子还小不用那么浪费 怎么会 哥 孩子现在一天一个样 不用那么浪费 你还不过去去吧 服务员 所有款式都给我穿 每套衣服按尺码 送两套到上官价 你怎么又来了 我又没有警告过你 离我妹妹远一点 哥 管您 这是我这个月挣的钱 你收下 你这是干什么的 我亏欠你和孩子太多了 我答应过你 女生要给你幸福 虽然公司刚起步 但是已经有了盈利 以后的钱 我都会给你 顾思辰 你专门总想什么 因为这点钱 就能收买我妹妹吗 哎 哥 怎么 你心疼她了 我告诉你 就这种人死在你面前 都不值得给她一个眼神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你别凶她 我是我妹妹 关你外人什么事 好了好了哥 你没有同情她 我们回家吧 顾思辰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背我的 获得我妹妹的同情心 告诉你 我一点机会都不会给你 等等 我知道你们不想看见我 但是婉宁 这个卡 你必须收下 我不用了 我不缺钱 这些钱 你拿着吧 你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吗 这个卡 不光只是为了补偿你 这也是孩子的抚养费 对啊 还有孩子抚养费呢 他真有良心给 你都拿着吧 大球哥 顾思辰 这三年来 你三千两条骚扰孩子和我妹妹 你在想干什么 哥 我只想看看孩子 没有我而已 别叫我哥 你没有什么混乱的妹夫 你跟我妹妹已经离婚了 这辈子她都不会给你复合的 识相点 你自己躲远点吧 好 知道 你说 我还有机会吗 总裁 有种哀叫放手 纠缠不休 只会不得善终 就这样远远的看着他们 我也知足了 走吧 谢谢啊 谢谢啊 不好意思 谢谢啊 我